字幕志愿者 李嘉超 有書籍符合香港法律 以及公眾傳譯的書籍符合香港利益 文字幕志愿者 李嘉超 美國籍香港居民梁城雲 因為從事間諜活動 在內地一審判出 行政長官李嘉超說 內地已按有關機制通報特區政府 並向他的家人提供所需協助 又說事件反映社會潛藏國家安全風險 香港雖然現在情況大致穩定 但我們對於國家安全的風險 必須不能調以輕心 要有所警惕 而2019年的黑暴和港版顏色革命 應該是我們一個警鐘 我們要長期留意方面的風險 所以大家要慎防一些潛伏的力量 包括一些軟對抗等等 土瓜灣發生致命工業意外 一個地盤工人被叉車撞到死亡 發生意外的地盤位於新碼頭街 正在做中九龍幹線隧道工程 警方早上9點多接報 一個49歲尼博爾裔男工人 在隧道工作期間被一架叉車撞到 頭重傷 工人由救護員送到伊麗莎白醫院 搶救後證實死亡 勞工處也派人到地盤調查 內地一個2,000人的商務團 今天抵港為期兩日一夜 是全面恢復通關後第一個過夜大團 團友早上經香原為口岸入境 第一站先到沙頭角農莊品嘗客家盤菜 有老水豬手、雞翼和粟米等等 農莊設有100位 每台坐大約12個人 由於團友重擔需要流水式吃東西 抵達後立即開席 一台食團隨即安排另一輛車的團友坐下 吃午後會轉到機場亞洲國際博林館 參與公司活動 晚上翻回酒店後自由活動 他們分別入住荃灣、丁九和屯門等等多間酒店 明天在本港觀光 農村的體驗覺得怎麼樣 非常好 我感覺就有香港自己的特色 就非常和內陸是不一樣的 我們那裡的人口味重 吃點清淡的 嘗試一下不一樣的感覺挺好的 為了挺好啊 挺好都吃第二晚了 和我們沾的口味差不多 挺好的 分量夠不夠 分量我們吃不完 國泰航空送出超過一萬張 由南韓出發去香港的來回機票 以先到先得方式送出 機場管理局贊助的分家一段送機票活動 國泰航空送出一萬零六八零二張 由南韓出發去香港的來回機票 參加者並沒有國籍限制 但必須已經登記成為國泰會員 以及年滿19歲或以上 網上登記 由南韓時間中午到下星期一午夜 即香港時間今天上午11點到下星期一晚11點 先到先得 壓滿即止 得獎名單將於6月1日公布 得獎的人亦會透過電郵收到通知 免費機票並不包括稅項和付加費 獲製方面 新西蘭有旅館發生火警 至少6人死亡 11人仍下落不明 警方說起火原因又可疑 攝市旅館屋頂霧出火光 現場是首都惠寧頓這棟多層旅館 警方說火警在星期二凌晨發生 火頭位於頂樓 起火原因仍有待調查 頂樓有倒塌風險 又說要搜查所有92間房後才能確定傷亡數字 旅館頂樓明顯被大火昏黑 朝早仍有煙霧出 總理希普金斯說火警當中有6人死亡 而警方就預計死亡人數應該不多過10人 巴西第一次發現野鳥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 當地農業部說在東南沿海的聖埃斯皮里塗州 發現兩隻野鳥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 H5N1亞型病毒 但強調根據世界動物衛生組織指引 在野鳥身上發現病毒不應該導致禁止入口當地家禽產品 巴西是全球最大雞肉出口商 主要由南部和中西部的州生產加禽產品 今次發現病例的聖埃斯皮里塗 是當地第三大蛋類生產州 產品只是供應國內市場 巴西因為一直沒有H5N1禽流感 去年雞肉出口額增長27% 主要出口到中國、日本、南非和沙特阿拉伯 先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還有其他新聞 回來新聞時間 這次先看最新的金融行政 恆生指數最新是報2049點、升78點 總成交超過411億 看下最活躍港股的表現 騰訊控股升3.8元 營副基金升6線、美團升2.4元 建設銀行跌2線、阿里巴巴升7.5線 南方恆生科技升4.6元 恆生中國企業升2.4元、有邦保險跌3.5元、 中國平安跌3.5元、 中國平安跌3.5元、 再看其他主要南籌股的表現 匯豐控股升4.0元、有邦保險跌3.5元、 中國移動跌4.0元、 香港交易所升2.0元、 香港中環媒氣跌2.0元、 恆生科技指數升49點、報3974點、 互港通額度使用方面, 內地投資港股的港股通額度 額度預額大約415億人民幣, 而投資內地A股的互股通 每日額度預額大約525億人民幣。 至於深港通的額度使用, 內地投資港股的港股通 額度預額大約408億人民幣, 而投資內地A股的深股通 每日額度預額大約552億人民幣。 看看內地股市的表現, 上海A股升不夠1點、 上證綜合指數升不夠1點、 深圳A股跌6點、 深圳成分指數跌34點。 美國籍公銀行3月倒閉, 時任行長歸咎於網上傳聞, 與聯邦儲備局迅速加息。 美國籍公銀行以及Signature Bank 在3月先後因為流動性問題倒閉, 最終被政府接盤。 參議院召開銀行業聽政會 討論兩間銀行倒閉一時, 前行長貝克爾在書面作弓中指出, 聯儲局以幾十年來最快速度加息, 加上網民在社交媒體散播負面情緒, 是促成直供銀行倒閉的主因。 他說聯儲局由2020年初到2021年底, 創造了低息環境, 銀行期間累計買入近2萬3千億美元的投資證券, 但隨著官方利率上升, 長債投資組合貶值, 加上市場將同期倒閉的Silvergate Capital和直供銀行比較, 各種謠言和誤解在網上廣泛流傳, 令銀行開始出現擠提, 事件之後越演越烈, 短短10小時內有420億美元存款被存戶提走。 他向員工、存戶和股東致歉, 形容直供銀行被接本是個人和專業上的嚴重缺失。 貝克爾說存款流失速度前所未有那麼快, 假如事件發生在同業身上, 相信其他銀行也沒有能力捱過危機。 不過負責銀行業監管的聯儲局副主席巴爾, 在書面供詞當中再重申, 美國銀行體系仍然穩健, 全戶無需擔心存款保障問題。 近期的銀行業危機反映監管部門要保持警惕, 會致力完善監管和監察的漏洞, 賦予政府考慮重新引入按銀行的規模和風險程度, 制定不同的監管準則。 另外兩名籍供銀行前高層, 包括前董事長沙伊及前主席豪威爾, 批評政府過早介入事件。 豪威爾的書面供詞當中指, 同樣被接管的Signature Bank, 當時其實有足夠資本, 充足的償付能力, 也有能力去融資。 應對當時和往後存戶提款的規模, 暗示籍供銀行其實也有可能捱過擠提的危機, 不過監管部門的看法顯然不同。 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的文件顯示, 全球最大對沖基金Bridgewater, 在3月爆發流動性危機時, 釋受五大銀行持股, 包括摩通、美銀、富國、高城和摩根士丹尼, 花旗的持股也大減大約一半。 無線電視記者陸子旗報道。 其他新聞, 美國發生槍擊案, 包括槍手在內至少四個人死亡, 多個人中槍,包括兩個警員。 親密西哥州西北部發明頓時, 警方封鎖槍擊案現場搜證。 警方說事件當中有九個人中槍, 暫時未知是否包括三個死亡的平民。 至於18歲南昌手就當場被警方擊斃, 現在未知他的身份和行空動機。 而兩個中槍的警員送院治療, 情況穩定。 附近的學校由於爆發槍擊案一度需要灌斃。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外事辦主任王毅 和國務委員兼外長秦剛, 分別會見到訪的匈牙利外長西亞爾多。 王毅說匈牙利奉行對華友好政策, 符合匈牙利國家利益。 而西亞爾多就說, 兩國合作是機遇, 不是風險, 反對脫勾斷鏈。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外事辦主任王毅 昨日在北京會見匈牙利外長西亞爾多。 王毅讚賞匈牙利奉行對華友好政策, 說這樣符合匈牙利國家和人民利益, 符合中歐共同利益, 亦符合時代發展潮流。 中共支持歐洲戰力自主, 從十冷戰思維和製造集團對抗, 不離於歐洲長遠發展。 西亞爾多又與國務委員兼外長秦剛會談。 秦剛說, 中方願意繼續與匈牙利一起保持高層交往、 深化戰略互信、 託展友好互利合作等。 希望歐盟建立客觀、正確的對華認知, 繼續奉行積極、務實的對華政策。 西亞爾多說, 空中戰略合作夥伴關係不斷深入發展, 取得積極成果。 匈牙利讚賞中方為政治解決烏克蘭危機所作的努力。 空中、歐中合作是機遇而不是風險, 反對脫歐斷鏈, 建定支持中國與中東歐合作, 與歐中關係向前發展。 歡迎中國加大對匈牙利投資, 願意與中方進一步提升各領域合作水平。 日前歐盟外長在瑞典舉行會議, 有報導說西亞爾多在會上表示, 不同意將中國視為競爭對手。 歐盟應該尋求與中國開展戰略合作。 但是會議最終同意調整歐盟對華政策, 避免在經濟上過度依賴中國。 中方呼籲歐方脫下有色眼鏡。 中歐雙方有著廣泛共同利益。 合作大於競爭, 共識多於分歧。 我們希望歐方摘下意識形態的有色眼睛, 排除外部干擾, 堅持戰略自主, 形成獨立、客觀的對華認知。 奉行積極理性的對華政策。 這最符合歐洲利益。 外交部強調, 中方願意與歐方一齊全面重啟各層級交往, 激活各領域對華合作, 確保中歐關係健康穩定發展。 無線電視記者林可營報導。 東莞大營非為民族活動茶園遊會, 因為疫情相隔三年復伴, 吸引不少港人專程回鄉下參與。 由記者陳卓康去東莞大大家看看。 古羅星中, 東樂大帝出巡, 為巡遊揭開聚幕。 仙女、福禄獸、龍獅等角色逐一粉脈登場, 沿途觀眾夾到歡迎。 我喜歡剛才路過的那一個五獅子。 他很好看、很帥氣。 我們住在茶山。 前幾年沒什麼現象, 今年特別遠慮。 我們做的很多, 阿樂、雞索水。 所有的所有的,阿樂、雞索水。 大家知道阿樂。 一百多個組織茶山的港人, 包括港隊羽毛球代表葉沛賢, 都回到家鄉參與巡遊。 打扮充滿香港特色。 感覺很相似, 不過我覺得變化是真的不同。 現在比以前好像感覺是, 很多東西都鮮了很多, 漂亮很多。 東莞茶山茶園遊會已經有五百多年歷史。 在2021年入選為國家級非為項目。 今年一共有五十多隊, 一共一千五百多人參加。 巡遊每逢農曆三月二十五, 東岳大帝誕辰舉行。 祈求風調雨順, 國泰文安。 對上一次舉行, 已經是2019年新冠疫情之前。 而貴州傳統民族舞蹈團, 也都來東莞參加。 當我們接到這個, 我們心情是很高興的。 也希望我們的四大花燈能夠走向更大的舞台, 被更多的人了解和認識, 以及喜愛。 再來呢, 我們還將不斷的健全我們的一個非儀保護機制, 推動我們本土的非儀項目的產業化發展。 茶山鎮一連九日會舉行四十幾場虛史、 親子嘉年華等活動。 除了介紹當地文化, 也都希望與眾同樂。 無線電視機, 這一層卓康在東莞報道。 各位,我是容家堯。 第一次立法會行政長官互動交流答問會, 在星期四舉行。 行政長官李家車說, 會做三個重要議題諮詢議員的意見, 包括大型基建的融資份量。 答問會星期四早十點半舉行, 行政長官李家車在行政會議前說, 已經獲立法會主席梁君彥設立。 答問會會分為兩節, 分別以安全和穩定和發展和幸福為主題, 涵蓋中共二十大報告相關章節, 又建議就三個重要議題諮詢議員, 包括如何弘揚以外國外港為核心 和一國兩制方針相適應的價值觀。 如何發展和鞏固香港成為國際高等教育區域樞紐。 和北部都會區和交易周人工島等大型基建, 有什麼融資和公私營合作方案, 可以減輕政府財政負擔, 又能將政府和高校市場結合。 我期望通過互動交流大文會, 可以釋放和提升更多愛國者治港的力量和價值, 促進行政立法, 共同團結做事, 讓行政長官可以和議員從大局的視野, 互動交流, 建立共識, 更好共建香港。 對於美籍香港居民梁成雲, 在內地從事間諜活動, 一審判囚終身。 李格超認為反映社會潛藏國家安全風險。 香港雖然現在情況大致穩定, 但我們對於國家安全的風險, 必須不能掉以輕心, 要有所警惕。 而2019年的黑暴和港版顏色革命, 應該是我們一個警鐘, 我們要長期留意方面的風險。 所以大家要慎佛一些潛伏的力量, 包括一些軟對抗等等。 被問到公共圖書館近日將多項政治相關館藏下架。 李格超說, 康民署有責任確保書籍適合借月, 不會違法和散播有違香港利益的訊息。 無線電視機者林俊軒不道。 接著看看最新的金融行程。 恆生指數中午收市是報2049點, 升78點, 總成交超過411億。 看看最活躍港股的表現。 騰訊控股升3.8, 營副基金升6仙, 美團升2.4, 建設銀行跌2仙, 阿里巴巴升7.5仙。 南方恆生科技升4.6, 京東集團升5.9, 恆生中國企業升2.4仙, 有幫保險跌3.5仙, 中國平安跌3.5仙。 再看看其他主要藍籌股的表現。 衛鋒控股升4. 有幫保險跌3.5仙, 中國移動跌4. 香港交易所升2號, 香港中環煤氣跌2仙。 恆生科技指數升49點, 報3,974點。 看看內地股市的表現, 上海A股升不夠1點, 上證綜合指數升不夠1點, 深圳A股跌6點, 深圳成分指數跌34點。 內地青年失業率升到有紀錄以來最高。 國家統計局公布, 16至24歲勞動力調查失業率4月份升到20.4%, 是2018年1月有紀錄以來最高, 比3月份升0.8個百分點。 直於同期全國城鎮調查失業率, 按月跌0.1個百分點, 降到5.2%, 是2021年12月以來最低。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許正宇出席一個研討會致辭時, 隨著全球致力減排, 內地作為金屬主要消費國將會帶動更多交易。 其他新聞, 逆後復常, 重慶不少住民景點都人頭湧湧, 對於香港和重慶就11個領域合作達成共識, 包括文化和旅遊。 有當地酒店業界就相信來自香港的旅客, 會有至少5%的增長。 記者林俊軒了解過。 但紫石老街碼頭夜景是否好似香港呢? 李子霸站輕軌村流, 是遊客必度的打卡點? 還有特首李家超到訪過的瓷器口古鎮, 魚崖上的吊腳樓和捱凍景區。 逆後復常, 重慶各個景點都逼滿遊客。 現在重慶在黃紅點, 來的人很多, 這裡好像陸小, 香港和台灣差不多的。 我們是坐船過來的, 坐長梁郵輪, 在重慶這裡有一站, 在這裡帶玩幾天。 這裡很美, 山美, 水美, 人也美。 在重慶這裡, 不少的建築都是依山而建。 道路和住宅的設計和一般城市不同。 就好像我們現在在虹崖洞景區, 身處在馬路旁邊, 這裡是地面。 走到十一層, 這裡都是地面。 不少遊客都說, 選來重慶旅遊, 就是希望可以感受一下山城的特色。 當地文化和旅遊委初步統計, 但是五一假期, 全市接待過夜遊客有近一百四十四萬人次, 按年增長近七成, 甚至超越2019年的水平。 有酒店也說, 疫情之後的第一個五一假期, 入住率較2019年更加好, 平均房價創新高。 對於香港和重慶就十一個合作領域達成共識, 包括支持雙方加強旅遊宣傳推廣, 鼓勵重慶到香港開展旅遊宣傳行銷。 業界估計來自香港的客人, 會有至少百分之五的增長。 重慶跟香港之間的高鐵的恢復, 一恢復了以後呢, 其實那一周是火車票都是買不到的, 就是這個高鐵票是買不到的, 要你提前去預訂的, 就證明這個需求是非常強的。 加上政府的加持, 這次簽的一些商務上的條, 合約、合作呀, 不單單是對商務的旅行客人, 那麼還有本身的leisure market, 就是說pure來旅遊的客人, 都會有一個掙扎。 她說酒店打算6月到香港進行露演, 吸引旅客來重慶。 無線電視記者林俊謙在重慶報導。 日常生活當中, 如果運動不當, 很可能會意外拉傷肌肉。 雖然不會有即時危險, 但隨時會引發慢性肌驗。 教台拳道的賴先生, 以前有手帽子有彈公子問題。 四個月前, 左肩也習慣上肩膀肛上肌的經驗。 有時拿著職業的訓練, 會踢倒的時候, 不停地重複受壓, 就會有少少受傷。 骨的骨之間, 就會有一些尺尺痛。 扭到某些位置, 幅度沒有那麼大。 例如向後這些就做不到。 除了彈公子和肩膊肛上肌肌驗, 媽媽手、網球手、 塞改憤骨肌肌驗, 和亞基里斯肌驗等等, 都是肌健常見的發見位置。 肌健是身體的組織, 它最主要將我們的肌肉和骨肉連接在一起。 所以在不同的身體部分, 都有不同的肌健炎。 它最主要的作用, 就是幫我們的關節和骨肉活動。 將肌肉的力量轉化到關節, 讓它可以有一個動動的動作。 醫生解釋, 肌健炎可以分為急性和慢性。 日常生活中, 如果運動不當, 就可能發生肌健炎, 引起關節外疼痛和壓痛。 嚴重的甚至會出現毛力, 麻痺和動作僵硬等症狀。 病人在初始階段, 醫生一般會先採取保守性治療。 例如休息, 或者處方非類固醇性的消炎止痛藥。 再嚴重一點, 就需要接受衝擊波、 激光和注射治療。 醫生提醒糖尿病患者, 或者長期服飾灰落和淚抗生素的人, 比一般人會更容易幻想肌健炎。 武士電視記者梁潔盈報導。 有調查指, 九成婦女因為照顧子女而未能上班, 但本綱十二年前已經開展倫理支援優兒照顧計劃。 照顧社區保姆, 為區內有需要的家庭照顧年幼兒子女, 性效是怎樣呢? 歡迎收看《時事當面看》。 北區區內現在有61位保姆, 正是照顧188位小朋友, 即是平均每位保姆要照顧3個小朋友。 營辦機構說, 他們都想找更多保姆, 增加服務名額。 但因為獎勵太低, 要找保姆都不容易。 到底津貼有多低呢? 陳依依是一位社區保姆, 為社區內有需要的家庭, 提供幼兒托管服務。 她最近正照顧一對孫女, 這一日下午準備接她們放學。 我們現在是等接放學, 至於回家後, 就差不多1點左右吃午餐。 通常都是12點左右, 12點左右出來, 因為她低班放鮮。 如果有兩個, 兩、三個就一起玩。 如果一個人, 她比較多數都是跟著我, 黏著我, 有時吃下茶點, 之後就看電視, 看卡通片。 政府在2011年開始, 提供倫理支援幼兒照顧計劃。 為缺乏支援或有經濟困難的家庭, 照顧9歲以下兒童。 包括由社區保姆在自己家裡, 或在營辦機構認可的地點照顧兒童。 陳依依說退休之後, 開始做社區保姆, 一做就做了11年。 姐姐最聰明了。 照顧了多少小朋友, 我都不知道。 因為曾經有個社工告訴我, 陳依依,你的檔案很厚。 我說, 幸好是好事, 不是不好事。 我最有成功感就是, 有兩個小朋友, 兩個都是有活躍症的, 很好動的, 但他們在我身上不會打架, 都不會搶東西。 現時全港18區都各有一間營辦機構, 提供社區照顧服務。 不過現在社區保姆, 每照顧一名幼兒, 每個小時只得25元獎勵金。 不可以計算。 志在有精神寄託, 消磨時間。 如果照得好的小朋友, 他的家長都滿意我, 有時跟我去吃飯, 喝茶, 聊聊天。 我好像有一點成功感。 又漂亮一點。 陳依依所屬的北區社區保姆服務, 由張永林所屬的營辦機構負責。 她說每位社區保姆在照顧小朋友之前, 都需要經過一系列培訓課程和家訪。 特區區內現在有61位保姆, 只在照顧188位小朋友。 即是平均每位保姆要照顧3個小朋友。 張永林說, 查詢使用照顧服務的多數都是基層家庭。 我們區的家庭入息中位數不算很高的排名。 區內的家庭偏是新來港或基層家庭為主。 所以如果可以放心把小朋友給我們保姆衣照, 其實兩位可以出去工作, 可以幫助家計。 根據統計處2021年數據, 北區9歲或以下的小朋友有2萬0922人。 但張永林說, 獎勵金太低, 以至機構想找保姆增加服務, 照顧更多小朋友時都只能降心。 我們很少在酬勞方面去做一個招募。 而且在我們招募時都已經明馬實加, 其實都是一個半義務的性質。 他追不到最低工資, 因為是叫做半義工。 半義務是一個獎勵金, 不是一個人工。 所以我們對醫醫的要求, 剛才剛才提過, 其實我們都是想讓醫醫有愛心, 亦都願意為區去服務。 張女士住在屯門欣田村, 他有三個女兒, 趁女兒還未放學, 他才來街市買菜。 不用10分鐘, 他已經滿了而歸。 張女士說, 這裡大概是兩頓飯的份量。 買了乳割, 買了皮骨, 買了雞翼, 這個36元。 我只熬湯都要一整兩塊水。 如果不熬湯那天, 一百八十多元。 以前我自己上班, 我會捨得買一件衣服幾塊水, 買名牌。 現在我不敢追名牌。 有社區組織發表一項調查, 訪問了208位婦女, 有八成沒有工作, 當中有九成表示, 主因是照顧子女。 張女士本身都是一名安老院護理員。 自從有了小朋友之後, 已經沒有再工作。 現在家裡只靠丈夫收入。 雖然他偶爾有做兼職, 不過他最希望可以全職做回老本行。 在我的心目中, 都想去找多少幫忙, 在家裡, 讓三個女生會過好一點。 就好像我們現在這樣, 本身想去上班, 多兩個小時都回不了。 你要記住時間。 如果你回過農裡, 你又接不到小朋友。 你知道現在的老闆, 一聽說要照顧小孩子, 星期六日, 紅日不能回到, 已經不聰明了。 根據社署數據, 屯門區的社區保姆人數只有33人, 正在照顧511名兒童。 區內貨餘托管中心都只有16間, 大部分週末都不提供服務。 張女士說, 其實區內很多婦女都和她一樣 很想出來工作, 但因為托管服務不夠, 令他們無法安心找工作。 如果這裡附近有社區中心托管那些, 那就可以了。 我們這裡附近有三個圍村, 然後多了兩條新屋村, 是和田、清田。 這幾個區, 我暫時看都沒有這些設施。 所以最希望這些區多些, 這些社區中心設施, 可以幫助那些基層家電, 小朋友小的那些。 那師奶可以出去, 找一份托坦做四、五個小時, 那都很好。 根據社署資料, 全港有199間托管服務中心, 有40間是週末開放, 提供6043個服務名額。 有立法會議員說, 本港對托兒服務的支援, 直接影響婦女勞動力。 我們看到街坊最反映的, 就是說這些托兒的服務, 課餘托管中心, 它是不覆蓋假日的。 週末公眾假期, 假日、長假全部不做。 你知道它又不能夠請工人姐姐, 它只能夠說, 有沒有一些托兒服務支援到它們, 它們才可以出來工作。 其實現在婦女的勞動力, 都是一個勞動力的來源。 根據社署資料, 全港有1759名社區保姆, 正在照顧5288名兒童。 最少的是中西區, 只有29名社區保姆, 而九龍城區就有521名。 周浩鼎認為, 一直以來政府支援社區保姆, 每個小時只有25元的津貼, 缺乏認受性, 難以吸引市民幫忙。 因為原來政府一直來講, 就定義社區保姆, 只是一個義務的工作。 這25元每個小時, 就不是一種工作酬勞, 只是一種居馬費形式。 今時今日的社會, 說到處都缺人的時候, 你25元一個小時, 連最低工資都達不到, 你叫哪個人可能有心去幫你做呢? 那找人又自然難啦。 他又說, 隨著新界越來越多新發展區, 建議政府制定托移政策的時候, 資源要追上人口增長。 那其實是否應該 政府自己本身都調整的思維, 你見到有新增的家庭, 將來搬進去這些新型公屋的時候, 可能他們就會正正需要這些托移服務。 那是否應該將資源調整一下, 多些放在新界區呢? 加強貨餘托管中心, 這些是做週末的, 會不會又可以調整一下數目呢? 或者甚至乎很簡單的, 如果政府肯給多些, 至少給多些金錢的資源, 它可以有辦法給到社福的機構, 請多些人。 時事多面看, 今集時間夠了,拜拜。 好,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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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